台东县政府为了迎接春夏季的旅游人潮 将从4月10号开始 推出全新系列的灯饰 并规划以繁花盛宴作为主题的系列灯饰 活动是持续到6月25号为止 要让大家在铁花新聚落感受最亮眼的光彩 从装置艺术品上传来的振振虫名声 再加上瓢虫在树上环环展翅 让现场充满了春夏夜晚的活力 台东县政府去年底在铁花新聚落 推出了铁花灯制季后 大受民众好评 而为了延续这股风潮 县府交官处日前推出了全新的主题灯饰 以繁花盛宴作为主题 并将在4月4日正式灯场 而这几天在试灯的期间 就吸引了不少民众前来 甚至有来自香港的游客 首站就选择到此来一睹风采 因为以前都走过了台北那些地方 就想来台东花园走走看吧 这也很舒服啊 拍照也很漂亮 这一次呢 2024我们的铁花灯制季的点灯时间 因为音音夏天日落的时间比较晚 所以点灯时间会从6点半到晚上的10点半 然后我们整个展期的时间 是从4月4号到6月25号 所以有一段蛮长的时间 欢迎各位游客如果有在台东的话 可以到我们铁花心之路这边走走 这次音音的春天的这个主题 有准备不同的花 还有一些蝴蝶跟昆虫 等等大家来探索 我们这一次除了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后方的很可爱的蒲公英之外 我们在走过去之外 还会有我们的玫瑰花海 还有一个我们用我们这边百年加冬树 为一个主题 然后用一些流线型的光纤来做营造 营造成云上阿凡达这样的生命之术 所以其实整个园区内有浓浓的春天的粉嫩气息 那如果走到这边也可以看到 我们有地上的投影那个花灯 当时也欢迎民众来这边来留影 如果去年有被巨型迷路灯视 所惊艳到的民众 千万不能错过这次的全新主题 欢迎把握机会 这几日起至6月25日 每天晚间的6点半至10点半 可以来到铁花星聚落 欣赏这次的全新主题灯视 记者陈杰林台东市报导